翡翠和玉的区别是什么呢? 首先,可以从翡翠和玉的性质上来看。 翡翠是属于玉石的一种, 不过因为翡翠的纯度很高, 色泽又属于上层, 所以和很多一般的玉石又是不一样的。 翡翠的硬度会比较高, 而且可以看到的是一种纤维状集合体。 相对于软玉来说, 其韧性要弱些, 更具有翠性。 其次,可以从翡翠和玉的光泽来看。 一般来说, 玉的色泽相对较浅, 比较柔和, 其分布也会呈现出平行的条状色带, 很好分辨出来, 会给人一种很温和的感觉。 而翡翠的光泽就会更加强硬一些。 一般呈现会有一个深浅渐变的过程。 一般的玉石和翡翠都可以通过观察两者的颜色来进行判断的。